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四大喜事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九汉逢甘露 他乡欲故知 这是咱知道的四大喜事 那朋友没事的时候呢 也都在想哪一件喜事能赶上自个儿呢 结婚这事呢大多数人能赶上 其他的事呢就保不齐了 但是今天全中国人民遇见了一个大喜事 绝对是大喜事 千呼万呼终于喜事来了 什么喜事啊 张少忠少将出来说话了 力挺中国共产党 立刻大家伙就拍巴掌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听懂了 这绝对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喜事 在说这喜事之前 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胡锦涛 因为张少忠少将的这一番力挺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从真实的一面 从我自己 涛哥有限的知识的范围之内认为呢 对于胡锦涛 胡哥来讲呢 也是个大喜事 原因是他太窝囊 对吧 整个就像我节目里说的 有点大软淡的感觉 太窝囊 让人家玩的呀 稀里麻糊 为什么窝囊呢 无外乎就是我们北京人 或者北方人说的 这男人如果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亩三分地 就围着跟前这点事转 就自个家里这点事转 眼前这点毛八七的事一算 这男人就不是爷们了 这胡哥呢 在处理事情上的 有这个味道 不是咱北方人看出来 香港人 苹果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直接讲说 胡锦涛 忒窝囊 这篇评论的题目这么讲 以烛光像窝囊的当权者说不 上来还是提到李王阳这件事情 前两天 敢言的内地人士胡佳 突然被公安带走 失去消息踪影 大家都担心 他可能再次被被捕 并且失去自由 更怕他成为了李王阳之后的 另外一个被自杀者 不能再见到家人 那胡佳自己已经声明了 他自己绝对不会自杀的 很多维权人士呢 都做了类似的声明 那我们也知道 胡佳被抓了八个小时之后呢 已经被放回来了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紧接着讲说 其他内地的民运人士的情况 也好不了多少 监控的情况 只有比以前更加的严厉 被旅游 被阻止通信 被软禁 等等已成为常态 他们没有被吓怕 没有被李旺阳先生的冤案而吓倒 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紧接着文章里 再次提到六四维员 那天晚上创纪录 18万人的烛光的倒念 他说这件事情呢 表现了整个香港人的决心 在李旺阳先生被自杀的 噩耗传出之后呢 两万多名市民冒着酷暑 再次来到中联办门口 那创纪录的进行抗议 而且在那次活动当中呢 直接呢来向屠夫讨公道 直接否定一党专政 否定独裁体制 而且他紧接着就讲说 香港市民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 为李旺阳先生和其他民运人士发声 不是因为大家对北京当权者 有什么期望 那市民一次一次的点燃起手中的烛光呢 并不是相信北京当权会有什么改变 收起镇压之手 那市民到底为什么站出来呢 他讲说香港市民站出来 完全是为了对公益的坚持 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那站出来是对当权者残暴不仁 看不过眼 等等等等 主要是从这点上说 那我自己呢 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大概应该是昨天 李旺阳先生头七的这个日子里 我在推特上看了一个消息 采访李旺阳的林建成 有线电视台的记者 在头七这天呢 痛哭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李建成一直认为是自己杀了李旺阳 原因在李建成这片采访李旺阳的录像拿出来之前 香港人不根本没人知道李旺阳是谁 也不知道湖南还有个邵阳市 李旺阳自己本身在六四民运的人士当中 是极其不出名很地方的这么一个人 而正是林建成采访之后呢 把他在电视上放出来 在六四这一天很应景的让人们知道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当中提到 胡锦涛的软弹造成了周永康 利用李旺阳挑起整个事端 我们看到的整个他的做法 比如说李旺阳被自杀当时现场的照片 对吧 脚踩的地 打的这个绳子打的扣呢 是登山的人专业人士的扣 打的扣套在脖子上 让所有的人都会怀疑这是有问题的 而就在他死之前 李旺阳在林建成的采访录像当中明确讲说 宁可杀头绝不回头 表现出那种极其坚定的心态 也没有任何自杀的这种可能 反过来呢 李旺阳的尸体 后来的一切的做法 被警察严密的控制了 包括现在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 和他的先生依然在被失踪的状态 而李旺阳被自杀是在后 他接受林建成的采访在前 也就是说 香港人知道了谁是李旺阳 看到了他的态度 然后他被自杀 然后被自杀的照片拿出来 然后尸体又被强行火化 这就会把香港人内心的愤怒完全激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游行的场面 第一时间是李旺人讲说 7月1号胡锦涛走到哪 我们追到哪 号召人们上街 我听到最新的说法呢 说希望7月1号这天 100万香港人争取上街 有这样的呼声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 谁最丢人呢 谁最难堪呢 习近平 胡锦涛 胡锦涛计划在7月1号到香港 习近平在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主管香港事务 那谁在其中渔翁得利呢 周永康 曾庆红 我个人认为 以周永康自己的这种手法 他做不了这么深刻 曾庆红就有能力 做出这么深刻的阴谋 诡计 这样的好处就会造成 政法委系统在胡锦涛 一直强调维稳的背景之下 在现实状况 胡锦涛自己的消息 也被封锁的背景之下 他会重新考虑 政法委的位置 第二 周永康在试图咸鱼翻身 这个做法跟陈光诚 在北京已经进入 美国领馆之后 美国大使馆之后 而他自己的太太 在东石古村遭受的当地 公安的骚扰的做法 是同出一辙的 胡锦涛自己呢 就是糊涂车了 所以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刚才提到了 全中国人民的大喜事 就是张绍中少将说话 张绍中少将一说话 这是应该在六四那天上海股票出现特异事情之后 那再加上李旺洋在6月6号被自杀 这是接着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提醒的一种天意的表现 因为我为什么说天意呢 我们看看网上这篇文章和包括张绍中先生是怎么表达他现在的处境 张绍中少将挺共产党不会垮民众笑愤 那文章也挺有意思说这是张绍中少将在自己的微在微博上拿出来 然后紧接着说这个微博呢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张绍中少将本人 但是用的照片呢是他本人的照片 而且微博现在不是实名制 对吧 张绍中少将这么有名 谁敢顶他名啊 这是这是涛哥的很浅薄的看法了 所以我们就反正有他的照片 有他的说法 咱们就照方抓药这么看 那在微博的这张照片是这么说的 张绍中少将发微博称 共产党绝不会垮台从而引起了调侃 就在11号这天 张绍中少将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说 我发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垮的消息 结果短时间内被网友们疯狂转发了2000多次 而且评论内容大多很和谐 以愉悦和赞成为主 我认为这是反映了真实的民意 但是却莫名其妙的被新浪删贴了 请问新浪的觉悟性和立场何在呢 问得好 绝对张绍中问得好 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垮 绝不会垮 谁都这么说 张绍中这么说 跟党完全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张绍中这么一说 对于老百姓来讲 就是九汉逢甘露 所以老百姓疯狂的转发 在短时间内疯狂的转发 而看来张绍中少将呢 确实呢 他自己有个嗜好 他只去看任何对他有利和喜欢的评论 他从来不看对他不利或者说真实的评论 所以张绍中少将说的非常清楚 内容很好 都是高兴和赞成的 但他就不懂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被新浪删贴了 新浪删贴的那哥们说 我估计了 绍中 你就憋一会儿不成吗 少将 你就吃猛了 你非这时候说 你一说 没准明儿新浪就全完蛋了 我们就没地儿挣钱去了 因为伟大的党就被给你说到那儿了 因为前面你说的太多了 你是说一个死一个 从卡扎费往前说到萨达姆到伊拉克 整个的过程都被给你说准了 就是倒着给说准了 你说的是黑 完全是白 你说的是白 完全是黑 百分之百 所以作为新浪本身来讲 我说呢 他有点迷信 他不听党的话 有点迷信 他一直怕少忠先生说这话 那网友评论呢 也非常到位 张少忠少将 以满嘴跑火车 挺谁谁死而著称 自从张少忠少将 发文中国共产党不会垮台 微博民众兴奋的嚷道 我们等张将军这句话很久了 垮字太显眼了 而一位职业律师姓雷 他自己发文说 挺谁谁死的张少忠微博被删 民众笑翻 文章引述不少网友调侃的观点 一位网友说张将军终于忍不住了 你已开口准垮台 另外一位朋友说 您一向是挺谁谁死 小浪也为您担心不是 得 小浪最怕的就是触弄龙颜 也就是说 张少忠您今天要明白 这话您说了 胡歌怕了 应该这么说就对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brake